设备昨天还很好,今天就开不了 送航电都没有反应 指示灯应该亮,现在都不亮 这很明显啊,就是没有电了呗 看一下电闸 找配电箱 那就先测一下电闸的电压 两两之间不正常 缺项 都没有380的电呢 看一下总闸 总闸下面也是缺项 这么一测 缺的不是一项,是两项 三项电缺两项 用电笔测一下近线 缺项 现在也就中间这一项有电 其他两项都没有电 还得去上一集那个配电箱总闸看一看 这个是整个车间的配电箱 总闸在这 这个就是总电闸 哎呦,发现了问题啊 这个地方烧得很严重 打火了 这是进来的主线呢 那就测一下进来的主线 缺项缺两项 这个位置一看就是 哦,线泡皮了 与配电箱外壳打在了一起 这又是一个配电箱的铁皮 把线给割泡了 线与外壳短路 每天瘦了 哎呦,我一拿是不是都没电了 对,一拿还是对 电脑都没电了吗 对 没电就没电了 那一会儿就去总大那来看看就这 再上一集就是这个香变 这里边有变氧器 有总电闸 得先去要钥匙 然后他们的电缆线从这进入了车间 我这穿的救援鞋有点脏啊 鞋有点脏 10千伏的电工救援鞋 放在左下角小黄车了 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 电工师傅拿来了钥匙 把配电箱的门打开 好 一个大电闸,三个小电闸 他们家是这个小电闸 电闸没跳,输出缺项 输入端不缺项 扎不行了 拉下了啊 哎呀,拉都拉不下来了 拉都拉不下来了 这个坏了吗 嗯,这个坏了 嗯,这个坏了 这个坏了 这个怎么弄啊 这是谁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唐人家的吧 因为唐人有种哭有啥的呢 那个灯扎管了 对的,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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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得关这个 一共就你两家给他打成招呼 把这个关了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给你挪这个下边来 就是 把这个挪这个下边来 嗯 可是问了房东 房东不愿意这么倒线 就直接换一个新店长 现在直接断电 断总电 这一路 打好招呼了 都没用电的 完了这个炸 我看用没有换啊 很明显 这三个触点 你看左边这个触点都糊了 都打黑了 开始动手往下拆线 我在这拆 他们去买电闸 回来就直接换 拆下电线以后 把其他电路送上电 那也就是说 买回电闸以后 还得再断一次电 先给他们送电 这个线 这个线头不接 我得去那头 处理那个打火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明显 它是一根电线 对配电箱外壳放电 然后打火 导致肿炸烧坏了 这也是当初穿线的时候 垫了个电缆皮 没垫对地方 上面是受力的 就这根电缆线一直往上使劲 然后被这个金线口 给割破线了 破皮这一块 我用高压胶带给它做了个绝缘 把那个往上的锯给它变过来了 然后再套上电缆皮 一共套了两层电缆皮 这下就没问题了 这样这一块就处理完了 电闸买了新的 开换 这么配吧 这样就把电闸换好了 型号大小都是一样的 还挺好换的 送上电了测一下电压 测的三项电压很正常 不缺像 收电了 收电了 好 嗯 收电了 好了 用电吧 用电了 没问题了 这样这个小故障就处理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看这个200块钱好不好挣啊 这台设备 他们说手动按下这个按钮以后 在这个设备 在这个设备的后边有一个电磁阀 会通电放气 在这儿 电磁阀 在这儿 电磁阀也换新的了 但是还是不好使 打开控制柜看一下 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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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区域 找一下它的输出端子 在这儿 05 对吧 这个盖扣开看一下 05对应的线号 1105 这就是P2C输出 再找一下这个线去哪儿了 一般P2C输出会接中间计电器的线圈 让计电器吸合来控制其他电路 找这个1105怎么没找到呢 它这有一个1106 1106接着来了 1106接的计电器的线圈 这个计电器线圈是220V的 那也就是说 P2C输出是一个220V的电 是个火线 现在是亮灯 有输出 测一下1105 哦 显示220V 有输出 P2C没问题 那这个1105去哪儿了呢 在上面有接线端子 找到了1105 这根线 上面是带电的 这个电比感应到了 测一下 端子 220V 有 有电输出 那这个电池阀这个位置呢 看一下 没反应没有电 他们也说没有电 所以怀疑这个线在哪地方断了 这能在哪儿断呢 它这根线 顺着这个线管进了桥架 桥架进了配电箱 再去配电箱看一下 控制柜里面的这个1105和零线之间 确实有输出 220V的电 但是为啥那头就没电呢 现在哪儿断了呢 配电箱出来以后 直接进桥架 桥架顺着管下来 在这儿有个破皮的口线管 管里面能看到这个绿线 但是我就看到一根线呀 不是两根线吗 一火一灵 就看到一根 那一根线断了吗这是 确实只发现这一根线 找一下另一根线去哪儿了 还得看接电磁阀这个线 进去是两根线 那这一根线去哪儿了呢 上这边走了 这边是一台电机呀 那就看一下这个线在这儿 嗯 进了电机 这是怎么接的线呢这是 这个没搞懂 打开电机这个接线盖 看一下这根线接到了一个向线 电机的其中一个向线 也就是说刚才这个电磁阀 在电机启动以后它才能通电 也就是说它这个电磁阀 不是PRC输出控制的 可以这么说 我是这么认为的 按下放弃法的按钮开关 PRC有输出 测量 输出这根线没有电流 也就是说线的那一头 电磁阀没有工作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电磁阀 不是放弃的电磁阀 它们换错了 找一下有没有别的电磁阀 因为我对这个设备也不熟悉 上面有进气阀 有没有放弃阀 再有个电磁阀 就是这个电磁阀 看一下是不是 看一下这个线上带不带电 有感应电 有反应 电比有反应 看一下也是两根滤线出来 嗯 这有线号 线号1105 就是它 它才是那个放弃法 这么说这个电磁阀的线圈可能坏了 那我就把这个电磁阀拆掉 看一下 直接掐断 用万一表测量 线圈的电阻 没有 这个电阻很大吗 也不是太大 看 城市开头 没有 这个电磁阀线圈断了 电磁阀不好 直接换电磁阀就可以了 它这个线头这一块 测量出来有电压输出 电压也正常 那这样这个问题 就算是找到原因了 这个原因就是客户把这个电磁阀 当成了放弃法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